第十件 欢迎回来继续看新闻 沈阳故宫是我国现存的最完整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 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馆藏文物十万件 为了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昨天沈阳故宫博物馆宣布 该馆的开放范围将扩大到韩文宫的遗址 东北电信管理处旧址 满铁奉天公所旧址和铜泽俱乐部旧址 依托丰富的馆藏 接下来将筹建沈阳故宫寒王宫遗址博物馆 家具陈设博物馆 清代宫廷艺术馆 沈阳故宫近现代艺术馆四大专题馆 展示沈阳故宫深厚的历史文化 到沈阳故宫游览参观的游客 很多人都会选择在沈阳故宫大清门对面的博物馆办公楼外合影留念 这座建筑其实是东北电信管理处旧址 1930年建设 原为张学良主持建设的东北电信管理处办公用房 它的位置非常好 在我们古宫的大清门的对面 这么好的位置应该理应为公众服务 为公众开放 所以我们也排除了很多的困难 把我们的办公的地方腾出去 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个钻梯展厅 就是家具陈设馆 为公众开放 让公众的了解更多的宫廷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目前东北电信管理处旧址正在改建过程中 改建后的家具陈设博物馆预计在9月开馆 位于沈河区朝阳街131号的满铁奉天宫所旧址 被沈阳市列为文物修缮单位 由于旧址距离沈阳故宫较近 未来他将改建为沈阳故宫宫廷艺术馆 成为宫廷文物的集中展示地 位于和平区七伟路14号的同泽俱乐部旧址 是一座精美的近代建筑 落成后曾是东北军政高级官员餐饮娱乐的场所 我们沈阳故宫也受伤了很多的 非常有名的近现代艺术品 像张大千的齐白石的 这些近现代艺术大价的作品 沈阳故宫受伤了很多 我们想把塔做成我们沈阳故宫的近现代艺术馆 同时也把沈阳故宫的艺术的交流中心放在那里 把它作为一个即展示文创交流的一个中心和平台 沈阳故宫还将对韩王宫遗址进行改建 依托圣经皇城的建设 筹建沈阳故宫韩王宫遗址博物馆 记者同号刘超报道